这个男人是个偷窥狂 最喜欢做的就是偷看邻居美女换衣服 但每到关键时候 窗帘总会被拉上 可如今 他变成了一个透明人 你猜他会怎么做 邻居的门铃被疯狂按响 洗完澡的美女 随便裹了条浴袍 来到猫眼前 却发现门外一个人也没有 美女以为是恶作剧 可当他准备离开时 门铃却再次响起 美女疑惑地打开门 走廊上还是一如既往的空旷 他不知道的是 那个男人已经潜入了他的房间 美女像往常一样开始梳头发 可镜子无缘无故地突然上移 他害怕地起身 突然 一股力量从背后 直接将他推到床上 房间里只剩下美女不停的尖叫声 这个偷窥狂其实是个天才 他叫小帅 致力于研究隐身学 这天 他独自攻破了实验室中的最后一步 将隐身的动物复原 小帅立马召集工作小组来到实验室 躺在实验台上的是一个隐形的大猩猩 他们要将这只隐身了三天的星星复原 如果成功了 这将是科学史上的奇迹 调试好的药剂被同事握在手里 可小帅习惯于掌控全局 他抢过同事手里的药剂 这一步 必须由他亲手来完成 只见药剂瞬间流进星星的大动脉 随着血流方向贯穿全身 接着 心脏开始显现出来 随后是全身的血管带到骨架 大家紧张的表情慢慢放松 可就当他们以为实验成功时 大猩猩的心跳数据猛然上升 各项数据也都出现混乱 实验室里再度紧张起来 一群人手忙脚乱开始补救 终于 星星恢复正常 他们成功了 第二天 小帅带着团队跟领导汇报 可他却撒了一个谎 说自己实验并没有成功 因为一旦说了真实情况 他们的实验室就会被军方接管 小帅的眼睛可不仅仅局限于动物 下一步 他想直接做人体实验 而自己就是那只小白鼠 阿花和阿特觉得他疯了 可不知为何 眼前这个疯子般的天惨 又能让他们觉得这件事能成 回到基地 他们帮忙小帅隐瞒真相 在处理完大家的意义过后 小帅激动地躺上了实验台 这个男人在身上注射了一种蓝色药剂后 只看他的身体慢慢发生变化 皮肤也开始溶解 心跳急剧加速 各项指标都开始上升 然而 过了一会儿后 男人的心率逐渐恢复正常 眼看他变成森森白骨 随后又完全消失 小帅成了科学史上第一个透明人 可他却因为刺激过度昏了过去 为了以防意外 小组的成员决定轮流首页 阿花在跟小莉交代几句后 先行离开 实验室就剩下小莉一个人 他打开热成像仪 观察着小帅的状况 看到没什么异常后 便躺在凳子上迷迷糊糊地睡去 过一会儿 实验室的铁门被推开 动物们都察觉到了异常 小帅来到控制室内 轻轻地叫了一声小莉 见他没反应后 便凑上前 轻轻地拨动他的头发 随后 手法越来越大的 他向下解开了一颗衣扣 这时小莉猛然惊醒 发现自己衣扣敞开 他意识到了不对劲 呼喊小帅的名字 可是却没人回应 他看向热成像图 发现小帅竟然消失了 等他回头再次看去时 小帅这才躺回床上 第二天 小莉将这一情况告诉给了同事 等到阿特上前询问小帅时 他却说自己只是去喝了一杯咖啡 由于实验没有证据 大家也只能作罢 可越是没有办法约制 小帅的行为就越发放肆 同时黑姐在上厕所的时候 总感觉身后有响动 不仅如此 一旁的尿变气竟然自己冲水 黑姐急忙戴上热成像眼镜 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阿花在做实验过程中 身边的可乐自动变化位置 甚至衣服自己脱落 她知道是小帅的恶作剧 但为了不刺激小帅的大脑 阿花没有选择生气 而是自己转身离开 终于 实验进展到最后一天 小组成员做好准备 将恢复药剂 注射进小帅体内 可是 却出现了意外 小帅的身体不断抽搐 无论大家怎么抢救也于事无补 不一会儿 小帅又恢复成了当初的透明形态 为了观测小帅的行踪 他们给小帅做了一副模具 至少现在 他有了一具人脸 作为观察对象 小帅活动区域紧线实验室 经过长时间的辐射治疗和测试 他开始变得暴躁易怒 到了晚上 实在忍受不了折磨的小帅 决定出门逛过 他不顾同事的阻拦 毫不犹豫地坐上了电梯 开上爱车的小帅 又感觉自己重回人生巅峰 来到红绿灯前 两个熊爱子对他指指点点 小帅礼貌地回应 回到家中 小帅看到了经常偷干的邻居美女 他心中歹念横生 反正也没人看见 小帅按下邻居的门铃 看着美女开门的空隙 走进了房间 等到美女转身走进卧室后 小帅突然从身后发动袭击 发泄完自己的欲望后 小帅走到窗前 看到阿花竟然出现在自己的房间里 他知道事情闹大了 小帅回到楼中 躲在角落暗中观察 知道阿花走后 他不紧不慢地洗了把脸 随后提着袋子一脸轻松地来到实验室 但阿花觉得如果继续隐瞒下去 一定会发生危险 他决定要上报领导 回到实验室的小帅变得越发暴躁 门外隐形狗的叫声 让他心情更加糟糕 小帅直行走到狗子面前 只看他打开铁笼 轻轻地将狗子抱起 随后 小帅已经逐渐不受控制 等第二天 小丽过来给狗喂食物时 通过热成像看到 狗子已经死了 他生气地质问小帅为什么要这么做 可是 小帅却怎么也不承认是他干的 无奈 小丽只能将这件事转告给同事 阿花这时候 再也忍受不了了 他打电话给领导 却发现他们所有的电话线 都已经被剪掉了 阿花和阿特想出门找警卫 可是 他们的门禁也失去了作用 是小帅要杀人灭口 两人急忙回到控制中心 将情况告诉给同事们后 他们决定亲手捉拿小帅 一行人戴好热成像眼镜 黑姐落单走在最后 就等他刚戴上眼镜的那一刻 其余众人来到实验台 发现小帅已经消失 就在这时 广播传来声音 现在小帅觉得 他就是上帝 能够主宰一切 等到声音结束后 他们这才发现黑姐不见了 阿花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 在一个柜子里 他们发现了黑姐的尸体 一群人都感觉到不可置信 但事情已经发生了 绝对不能坐以待毙 阿特打开了真寸仪器 在地图中 小帅的位置显示了出来 两人戴好装备 由阿花拿着对讲机爆点 可就当两人快要接近小帅时 他却从地图上消失了 在现场的两人 也没有看到小帅的身影 由于太紧张 他们还错把排气管 当成小帅 就在两人放松警惕时 图示小胖突然被拽到空中 脚滑的小帅爬到了管道上 阿特急忙开麻醉枪射击 从管道内喷出滚烫烫气 直冲小帅脸颊 他随手将小胖丢到一旁 看着满身鲜血的小胖 阿特心中充满了愤怒 对着管道射击竖枪 管道掉落下来 可是危机并没有解除 小帅将阿特逼到角落 这时他的子弹也打光了 阿特拿起一旁的灭火器 喷出干粉 以此来观察小帅的行踪 而小帅也似乎不着急解决他 开始不断进行嘲讽 阿特拿起灭火器砸去 却被身形矫尖的小帅躲了过去 就在阿特被打倒时 阿花及时赶到 将他拖进实验室内 其余两人没那么幸运 小丽在拿上雪浆准备出门时 被小帅一手推倒在地 顺手解决 卷猫也遭到小帅偷袭 领了盒饭 追出去的阿特同样被小帅刺伤 他将阿特两人锁进了冷冻室内 自己则扬长而去 来到控制中心 做好了定时炸弹 他要毁掉一切数据 可是他忽略了绝境中女人 所爆发的潜力 阿花通过自己掌握的知识 做了一个吸盘装置 扒开铁门后 他拿着喷火器 找到了准备离开的小帅 差点将它活活烧死 小帅衣服烧毁 再次进入隐身状态 机智的阿花拿起喷火器 烧向洒水扣 在雨水的冲刷下 小帅的身影显现出来 但瘦小的阿花哪里是小帅的对手 很快他就被暗倒在地 就在阿花快窒息时 阿特拿着铁棍出现在身后 他一闷棍打挡了小帅 带着阿花来到电梯通道内 他们准备爬楼梯 逃离这个地方 就在这时 炸弹爆炸 冲击力直接将电梯抬了上来 两人趴在墙壁上躲过一截 可是 没等两人做好准备 电梯再次降落 电梯揽线救了他们 两人逃了出来 而小帅却永远葬身火海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在失去道德束缚的情况下 你将怎样确保自己 不成为一个恶魔